24岁 我觉得佐伯老师说得特别好 今天离开这个现场 重新招聘 重新启程 刚刚开始24岁 有些人24岁刚刚大学毕业 现在航空公司那么缺人 大把大把地缺人 没问题啊 条件好没问题啊 借机你还离开这个北京伤心之地呢 说不定你们还在一个公司 只不过不是一个基地 说不定有缘分 哪天你们还在一个航班上再见到 所以但是男生我觉得 你应该给女生一个 特别正式的一个道歉 女生 其实还是要相信爱情 只是那个时间段不对 因为我们年轻 少不经事 但你成熟之后你发现 只有你独立行走的时候 你才能获得爱情 所有人都是一样的 一个人应该追求自己喜欢的 不要为自己喜欢的一些理想 轻易地放弃一些什么 学会平衡 好不好 一起进入那几天和古方红堂 真情60秒 其实我觉得这三年以来 然后复述也挺多的 但是 这么重的一年以来 我们还有一个人行事 跟着你走啊 感觉好 你这条单是没有 这条单是你的 这条单是没有 这条单是有你 知悉的 她们至于 有 author找一些 则子 。 而且 你们 最后 你们 这条单是 在此 打一样 我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希望这个小伙子能够好好对这段情感做一个反思 其实没有任何一个人有权利去掌握别人的命运 或者要求别人为自己改变命运